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強者越強 今天跟大家講講強者越強的題目 未講到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 全日恆子跌了130點,收報26,667點,成交671億 今天港股可以說是橫行的 事實上,連續幾天都橫行的 看看恆生指數這幅圖 自9月17日突破下降軌以來,摘幅波動 怎樣摘幅化呢?只有500點 在26,500至27,000點之間上落 可以說佛線足塵 一日升一日跌,霉花間觸 沒有太大的方向 如果講雲觀因素方面 市場等待下星期四中全會 和聯儲局議息 這些基本上都是預計之內的 另外今晚又傳出來 中美貿談上可能有一些新的進展 看看會不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劉鶴今晚 就會和美國貿易代表 萊達希澤和裁長武蔭通電話 估計中方會要求美國取消關稅 是兩個部分的 第一個部分就是取消對1560億美元 中國產品的額外關稅 另外也尋求美方取消 9月1日生效的針對1250億美元 中國產品的15%的關稅 兩個部分希望美方可以減關稅 這兩個部分美國會不會願意減呢? 就值得關注了 中國作為交換條件 就是會買多些農產品 中國的具體農產品進口量 但是就未確定的 你想想 又未確定會買多少農產品 美國會不會輕易取消關稅呢? 所以我的看法 都是對這件事有些保留 如果真是美國肯取消關稅的話 就是順順大家 就是這個bonus 不取消都是正常的 因為大家都應該等到11月 即是APEX上高 特朗普和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才有機會 達成了協議 才會有機會減一些關稅 好了 除了這些雲觀事件之外 內地都有些事件 就是繼續放水 昨天本週淨投放到5,600億元人民幣 今天再逆回購 淨投放300億元 總共去到5,900億元人民幣 數量都應該是挺大的 今天A股做好些 大概升0.5% 港股大跌少少 跌少少也好 都是沒有什麼方向的 直至到現在要等到走出方向以來 才要向上還是向下 其實整體來看 環球資產在10月份 波幅的大行評論 出乎意料這麼低 因為一向大家估計 10月都是一個 以前經常說股災月 都會大波動 誰知道今個月 就很低波動 新興市場相對指標的強度 10月底 10月底之前 未見有明顯好轉 今天都10月25 下星期幾天之後 就11月 所以這個月看來 都不會有太大的 走上走下的情況出現到 除了兩個市場 新興市場裏面 巴西和台灣 就比較好些 好了 講完這些 還有一個 大家可能會關心的 就是昨晚彭斯的演說 基本上都是政治為主 對經濟上最重要的句話 都是說他不會壓抑中國 美國不尋求壓制中國的發展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府 會繼續跟中國做貿易 不會脫勾 這個聽起來 比較少少正念 當然 他都有很多事情 罵中國 這個作為政客 大家都明白 他當然是罵中國 比如說他罵NBA 那些 NBA 那些 好像中國共產黨的附屬公司 那樣 我覺得作為政客 你實在是這麼說的 但是作為NBA 或者那些CEO 就是從中國做生意 好像Nike 那樣被他罵 那些CEO的看法 就是 生意為上 因為大家負責的不同 你做政客 就對人民負責 你做公司CEO 就要對股東負責 股東當然是尋求匯報 所以大家的立場不同 他就很難說 誰一定對 一定錯 總之 雙方自己的立場不同 大家就自己去理解 這些事情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 他都是講完 不過有些正面訊息出來 反而大家注意 因為大家覺得他是鷹派 即是說 在這段期間 其實最鷹那個 美國裏面鷹派那個 似乎都是希望和中國不要抹臉 這個就是我得到的訊息 其實相對來說 就是理想一些 因為在11月的時候 雙方很有機會 達成這個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好了 講回今天的題目 強者越強 即是說股份 其實在這麼悶的市場裏面 恆子你見到 這整個幾星期以來都還行的私房裏面 都有些股份強者越強的 我總結 大概有六大類股份 今天就和大家講一下 六大類 第一就是新經濟股 新經濟股的代表就是美團 美團今天反彈了2% 反彈幅度當然不算很多 不過從上90元 美團為何作為代表 因為它的市值很大 超過5,000億元港幣 騰訊一直都差 弱者越弱 強者越強 騰訊一直都差 但這隻一直都差 其實升經濟股裏面 這隻是否反彈最多 又不是 其實平安好醫生更厲害 平安好醫生如果低位計 20多元上去 曾經超過一倍 但這隻市值更大 另外近期升得很厲害 有六零六零 重安 這些新經濟股代表 大家不能忽視 另外就是醫藥板塊 醫藥板塊有藍酒成分股 所以我當作第二類 大家值得留意 雖然升幅也不是最突出的 射藥 今天由破頂升5.6%上去 這隻股創了十個月高位 不是五十二週新高 但是十個月高位 走勢都是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比較漂亮 今天同一個板塊裏面 講多一隻股份就是康捷 因為康捷今天都是創五十二週新高 醫藥股 前期有些就是醫療器械 例如春立、醫療器械、愛康 這兩隻升得比較多 近來又去到一些藥股 特別是知名的藥股 最近看到它向上突破 就強者越強 大家都可以在這些藥股 特別知名的那些大那些 可以在這裏尋一下補 因為估計如果資金下得去的話 藥業股又有機會 有一段向上衝的時間 另外就是手機設備股 大家都知道藥股成分股有兩隻 一隻就是信譽光學 一隻就是2018 這兩隻升幅都很厲害 近來更加厲害的是ASM太平洋 ASM太平洋正在衝上去 近來走得比較漂亮 因為台灣台積電都做得比較好 所以ASM太平洋的業績都被衝上去 一路上升 大家留意著這個手機設備板塊 仍然都是市場關心的 小的那隻就是有隻1478那些 那些都是做手機鏡頭的股份 另外就是物館股 就有永星生活 今天又創了上去 不過當然大的就是碑桂園服務 那些可能更加好些 那些大一些 近來就升了上去之後 就不再動 暫時沒有再創新高 輪到這幾天就輪到小的 好像永星今天升 另外1755也都是 幾隻小的 看到3662那些都是衝上去 好了 另外一個板塊就是教育板塊 教育板塊很多的教股股 受到政策限制那些不升 但是有些教育股不受限制 例如這些其實就是做補習社 就是輔導班 K12輔導班這些繼續好 一直在衝上去 這隻思考下教育 哇 升了一兩倍 升到九個多 很誇張 那樣 也都作為可以大家參考的 那最後還有就是正路一些的 但是都升幅很多的就是李寧 李寧今年就是大家看到這幅圖 10元左右起步現在都二十幾元 就是二十六元 升了兩倍多 雖然今天就沒有創新高 就是升3.75% 但是大家知道這些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那麼強者越強 那這幾個板塊基本上都是資金 就是醒目資金 願意 就是喜歡愛的板塊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時間關係今天就分析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 الخ一看 我們又可以留意一下 好的 感谢观看